自上个月中开始 中东国家伊拉克就遭到热浪侵袭 这一波热浪目前还在持续恶化当中 那多个地区的气温 昨天更是标破了摄氏50度 成为全球最炎热的地方之一 由于受到了全球极端气候变化的影响 当地受热浪肆虐的情况 将会变得更加频密 更严重也更长久 由于气温之高不下 伊拉克至少有10个省份的公务员 都强制放下4天 放假4天来避暑 而当地民众也想尽一切办法 来解暑降温 摄氏50度的超高温热浪袭击 让伊拉克首都巴格达的 室内水上乐园挤满人潮 大批民众劲爆在泳池内 或是聚集在巨型水桶下 等待冰凉的大水冲下 如此酷热的天气 虽然让售卖饮料的小贩从中受惠 但对于大部分伊拉克人来说 他们的生活都受到影响 经头转到欧洲的意大利 当地正经历自1800年有记录以来 最干旱的一年 首都罗马的游客也想尽办法结束 有的是一只冰命灌水 也有游客从喷泉中捞起水 拍打脸颊 让自己凉快一些 同样受到热浪影响的还有捷克 但当地民众却以苦衷作乐的方式 举办了一场悬崖跳水比赛 参与者们使出18班跳水技术 从悬崖跳台一跃而下跳入水里 让喜欢挑战刺激的民众 可以在酷热的天气下感受刺激的同时 也能下水降温